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伟玲 欢迎锁定我们的联播频道 关心中台湾的大小事 为了提升小果番茄产业竞争力 彰化县政府和绣水香农会 这天举办彰化县第五届健康优质设施 小果番茄评件冠军果园观摩会 彰化县长王惠美 绣水香农会总干事吴明信 和多位农友都前往冠军果园来观摩 县长也呼吁消费者 要多多食用地产地消的彰化优先番茄 等在地农特产品 很好吃而且还有柴果的乐趣 绣水香农会今年第五年 办理小果番茄评件比赛 逐步提升彰化优先番茄的能见度 今年冠军集第三名 皆由绣水香农会辅导的农民获奖 赛后也特别举办冠军果品 果园观摩 并邀请到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博士 戴正阳指导 盼能提升栽培技术 生产优质果品 把彰化优先的品牌推广出去 过去我们说的是 在收水地方种番茄的人并不多 但是总监时看到我们的番茄的前景 那之前就开始来 鼓掌鼓励到我们的农民 有更好的生产 那在今年比赛 龙中有十倍的兄弟的农民 拿出来有五十二颗 那如果我们来参加比赛第一 它的农药一定就要符合我们的标准 而且里面有三十五颗 完全严不出我们的农药 是林农药的 这就表示说我们的农民的技术非常好 今年得奖国品皆非常优良 糖度皆达十到十二度 口感与风味极佳 皮薄多汁 这次拿到冠军的林姓清是彰化世人 但她加入售水箱农会产销班 任任参与辅导课程 才五年时间就荣获冠军殊荣 林姓清说今年天气好 不像往年英语天树太多 需要特别照顾 水跟肥料尽量不给 生产的番茄反而比之前还甜还多 我们的这个林姓清先生 这严格是用心 这是她的冠军的小番茄 你看 水丁 皮骨薄 那也利用这个机会 请到我们专家 来到这里带我们的农民 还给她们上一个课 让她们知道 对于小番茄要如何管理 最重要还来参观我们冠军的 林先生她的番茄园 看她是怎样才能做出最好的番茄 县府更与电商小三美日合作 希望将农民努力生产的优质产品 行销出去 后续也将持续拓展多元行销同路 增加果农的收益 记得雄心一张花线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列转 future